一年一度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這天舉行 憑橫愛擊敗周冬雨豐厚的蔡詩韻 就說有點不敢相信 知道自己可以獲得評論學會 這麼專業的評審頒獎的時候 那晚我得到這個消息 我是睡不著 因為我會不斷想 自己是否真的這麼好 可以獲得這麼大的肯定 但是我自問 我自己是當時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而且是非常之 已經沒有剩下的力氣 已經覺得 既然我已經用心做好一個角色 那就足夠了 那對於今屆的金像影后 蔡詩韻應該就更加有信心 對於金像獎 我覺得能夠入圍已經是一件非常之開心的事 真的不敢想太多 因為始終自己作為一個新人 可以跟那麼多位那麼好的前輩 一起去角逐這個最佳女主角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之榮幸